占星学最凶天象 精准预测帝王甲崩 萤祸首心到底有多绝 秦始皇三十六年出现一次萤祸首心的天象 一年秦始皇甲崩 此后的千百年来 凡是出现此类天象 皆有不同帝王甲崩 或是出现干旱 洪浪 瘟疫等天灾 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萤祸首心的天象 中国古代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了火星 人们眼睛中看到的火星 是犹如萤火虫般的红色 亮度常有变化 而且从天空中运动的时候 有时从西向东 有时又从东向西 行踪捉摸不定 因此我国古代称其为萤祸 有萤萤火光 离离乱祸之意 其中的心指的是新秀 二十八星宿中的第五星 为天王的不正之功 新秀有三颗星 分别代表着太子 天子和树子 火星和新秀两者 则是天空中最红的两个天体 如果良火相遇 夜观天象便可以看到红光满天 这种自然现象就叫萤火守心 历代君王对萤火星的变化多有关注 将其与自然灾害 朝代更替 及帝王生死相互关联 实际记载 萤火星首之 则有水之忧 涟漪三年 由此可见 人们对火星自古就充满了敬畏 其中萤火守心是被认为大凶 所有萤火守心天象 在历史上实际发生过共三十八次 中国时机中 有关萤火守心的记录共二十三次 早在周宣王时期 民间就有传闻称 宝四就是萤火星转世 专门为了霍乱周朝而降生 这段显为人知的奇闻 要从一首童谣说起 以此周宣王败仗归来 还没回到王城 就听到几个小孩子唱道 燕湖基辅 石王周国 周宣王不由得怒火中烧 而此时掌管星象的官员却说 其中一个孩子是萤火星转世 在周王朝的时候 人们已经将火星当作王国的征兆 周宣王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妖孽 于是派人去找这个孩子 却怎么也找不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宫里那个怀孕四十年的老宫女 竟然生下了个女儿 也就是后来导致西周灭亡的包四 萤火守心精准预测帝王驾崩 汉城帝秦始皇都未曾逃脱 西汉后期 大汉王朝一片衰败光景 汉城帝整日与赵飞燕姐妹私混 得知天有凶相之时 就想找大臣顶替以此躲过天罚 一人之下的丞相翟芳晋 恰好成为萧灾的首选对象 汉城帝先是给翟芳晋封了侯爵 一日一早便派日给丞相送去诏书 斥责他十年为相 不能调理阴阳 如今灾荒自己 民不聊生 就是他给国家带来了灾难 于是赐他美酒黄牛 按汉朝惯例 皇帝赐给大臣牛和酒 及时赐死 翟芳晋这才如梦方形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翟芳晋自杀而亡后 汉城帝下令后家抚恤 还亲自到丞相家中多次进行调宴 但这次灾祸并没有转移成功 就在翟芳晋去世一个月之后 汉城帝紧跟着驾崩 王莽随后在汉平帝时篡位称帝 世纪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了秦始皇驾崩前的征兆 首当其冲的便是迎货首心 随后厄运接二连三 公元前211年 一颗流星坠落到了东郡 即战国时期 齐秦两国的交界 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帝分的字样 此事迅速传到了秦始皇耳中 秦始皇震惊不已 立即派御使到陨石落地处 如虎排查克子之人 结果一无所获 于是秦始皇在极度愤怒之余 下令处死陨石旁所有村落中的人 并立即焚毁陨石 然而在萤祸首心出现的第二年 秦始皇便驾崩了 在搜神记也有此类记载 当时几个官员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玩耍时 其中有个孩子眼貌红光 跟普通人类长得不同 他告诉周围人 表示自己来自萤火星 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要告诉他们三公归于司马 原文中有 大人来者 由己见焉 飘飘见高 由清而末 当官员们闻讯赶来时 那个说自己来自萤火的孩子 却化成一道白光飞上天去 凑巧的是 史书中记载 前太白守天官 与萤火会 金火交汇 革命之相也 暗座中夷 近备必有星者 根据这次萤火守心的天象 曹丕不久便已驾崩应验 既然萤火守心预测如此精准 那它是否存在破解之法呢 北魏时期太史上奏 在刨刮五星之中的萤火星忽然不知去向 依照瞻推长法 这是国家威王的先兆 北魏皇帝大惊失策 连忙召集众朔儒商讨对策 此时掌管星相的官员崔浩表示 萤火星一定进入后勤 果然等了两个多月后 萤火星真的出现在后勤上空 逗留徘徊很久才离去 十年后勤发生大旱 池水干涸谣言四喜 一年后后勤灭亡 北魏朝堂满朝上下 无不佩服崔浩的神迹妙算 综上种种 似乎萤火守心的天象 确实暗含玄机遇照霍氏 那它有没有破解之法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或惜福所以 不惜祸所福 在春秋战国时期 宋国天文学家同样观测到了营火守心 于是宋锦公找来贤财子伟 以求破解之道 子伟告诉宋锦公 营火守心是一种天法 而按照天上二十八秀 对应着九州的分野 金秀正对应着宋国的区域 预示着灾难会降临在宋锦公身上 他所提出的相解之法 便是改由丞相或百姓来承担祸患 宋锦公不为所动 表示丞相和百姓都是自己的子民 还不如自己独自承受灾祸 子伟听霸十分感动 表示宋锦公这样有德行的君王 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佑 果然当天晚上 营火便离开了鲜秀的区域 而齐国百姓安然无虞 据说宋锦公也得到了严寿二十一年的奖励 原来营火手心异象出现之后 亦有法可解 并且首要在于君王修德爱民 那么营火手心有没有科学根据呢 根据现代天文学的解释 地球公转的速度快于火星 在地球接近火星的时候 从地球上看 火星在天空中的运行或顺或逆 而在顺行和逆行的转折期间 慢慢的转向过程形成了营火手心 而且据现代科学测算 中国古代史书中多次记载营火手心天象 百分之七十都不曾真实发生 因此所谓的营火手心 与是旱灾 极疫 冰断 死丧等祸事 只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言而已 好了野化老故事 咱们到哪儿聊 我们下期再见了